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微電影世界 獨立短片流行多年 我們今天很高興找到身邊這位多年來 一直都栽培很多短片創作人不遺餘力的 IFA活動插發人Theresa 跟我們談談微電影的發展 Theresa你好 Hello Vincent 你好 我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了 IFA已經發展了18年 可以說是方華正謀 一個年輕女孩 我們現在拿到成人身分證 沒錯 我想問這兩年 在處理幫助導演 或者扶持新進導演的手法 有沒有跟過往有分別 我想我們整件事的配合 有天時地理任務 後來到了90年代之後 開始有數碼整個科技的發展 其實是否有可能要去外國讀電影 或者你家中要某一定的經濟程度 你才可以有機會拿著電影去拍攝 但我想到數碼科的越來越普及化的時候 任何人都可以拿著電影去拍攝 我想不用說現在小學生 或者幼稚園都開始有媒體教育的東西 我都開始會覺得 好像每幾年我們會做一些新浪潮 法國新浪潮的電影的回顧展 我們去到某些時候 可能有哪位電影大師死了的時候 我們就做他的回顧展 我就開始覺得 如期正在重複的歷史 不如 如果我們一起去創造的歷史 是不是會… 因為我會覺得自己既然有心有力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去參與創造歷史 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我經常覺得IAVA最大的資產就是 以往是我們這個活動得獎的朋友 所以我經常說笑 我們的活動很少會找一些明星 或者歌星做代言人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 最能夠代表IAVA的精神 就是獨立精神和創意 就是我們以往得獎的朋友 正如我們這次第一次 製造大南湖這個作品的導演曾翠山 其實她都是我們IAVA過往四屆的得獎者 這件事我們參與的時候 是由雲之金 到前期製作 到後期 還有發行 這件事我們都有參與到幫忙 這部電影也幫到曾翠山 拿到今年第3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 最佳新進導演 你對於推動整件事 你已經將IAVA推動到很多個環節 由培訓 由轉介 由項目策劃 兼且做頒獎典禮 又或者整個過程 其實你是想一條路服務 但是往後 你會將IAVA推進去一個什麼層次 達到你自己個人 這麼有心 這麼有 passion 的一個目的 我們基本上有四個大的範疇 第一個範疇就是每年都有個比賽 比賽就是一個 我們有五個組別 有香港自動亞洲 以及也認識不閒的 有戲劇 紀錄片 動畫 甚至舞動會體 那個好像是一個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想創作 但是他們想透過一個渠道 跟人分享 之餘我想是他們互相認識 互相去看大家的作品 高人也是重要的 所以比賽依然是一個 核心價值可以說 是一個很核心的方法 核心的方法 第二個就是剛剛說過 我們收到一些作品之後 我們都會希望發放給人看到 還有交流 有個朋友給人交流 所以我們每年三月都會有個 Festival 就會發展 除了這兩個大項目之外 我們還有第三個就是社區參與 英文叫engagement 因為我們覺得 做媒體創作都要補一些種子 希望會令到多些人 起碼入門知道怎樣做 但是我們的對象 就是做一些希望坊間比較小店 我們一定會繼續做學校 和學生 因為這是一個很主要的東西 之外就是 近幾年我們都開始一個新的 project叫做影像無國 英文叫all about us 就是target一些香港的小數族類 因為我們覺得香港不同的社區 都有很多所謂underprivileged的 小朋友也好 有或者不同的人 我們都很希望 既然我們有一些資源 就很希望令到他們都掌握到媒體 令到他們都可以透過這個工具去發聲 這個我想是跟我們95年開始的時候 沒有什麼分別 最後一個就是cultivation cultivation就是怎樣去培育 培育一些做影像創作的朋友 透過今次和Theresa的對話 我們可以更加了解到 IFVA到底怎樣培訓年輕一代的短片創作人 明天還會有Theresa的到訪 明天我們再見 對 佈了